大家好,欢迎参加我们今晚的线上讲座 我是Enlighting Education湾区办公室的Manager Ellie 我本人是在高中期间移民美国 之后就读于UC Davis 从事教育咨询工作至今已经有9年的时间了 今天的讲座主题是 选什么大学专业最适合未来申请法学院 本期讲座分为三个部分 第一部分由我们公司的创始人兼首席职业规划师Ben老师 来讲解美国律师的教育途径 为什么不要选pre-law专业 选什么专业适合申请法学院 第二部分是嘉宾访谈 我们请来了科座嘉宾赵新伊藤老师 伊藤老师毕业于北京大学法学专业 之后荣获Penn State的法学硕士以及MBA学位 同时还拥有中国和纽约两地的律师执照 最后一部分是问答环节 在讲座开始之前 我来简单介绍一下Unitens Unitens Education创建于旧金山湾区 致力于将学生的个性、天赋、价值、目标 四个元素融合在一起 针对每一位学生的独特性 通过教育引导 配合课外实践活动 来启发青春期的孩子 让他们顺利度过紧张而充实的高中生活 同时又能收获理想大学的录取 基于对美国大学升学的深入了解 我们服务超过来自北加30所高中的学生 包括南湾、东湾半岛和Sacramento地区 我们的服务涵盖一对一的大学申请指导 暑期规划、学术辅导、标划考试培训 和青少年个人成长的培养 在南湾的Cupertino后班区的Pleasanton都有办公室 好的 下面就请Ben老师开始今天的讲座 谢谢艾丽的介绍 今天我们也是很高兴请来了 我研究生的时候的好朋友 那个Ethan赵新老师 他的话现在在国内一个律所里面 做年纪合伙人 然后我觉得当时选他的一个原因 就是我们是因为同学 我们互相比较了解 然后我知道他的一些特质 就是很容易解释他作为律师的成功 因为他之前在读我们那个学校的时候 他是在北京已经做一个律所的合伙人 在很年轻的时候就做到了 然后但是他没有说 接着在那躺着赚钱就可以 他是选择出国 出国的话挑战性非常大 然后我们读书的时候 当时我读的是Master Program 怕读是MBA 这其中有一个故事 我会在接下来分享 就是为什么我选了三个点 我在我们讲座的agenda里边提了 为什么我觉得有三个要素 是作为律师必备的条件 因为你如果用一些所谓的名人 或者知名律师做example的话 可能没有说服力 因为我没有和他共事过 而Eason老师呢 他本身我们一起读书读了一年 所以有些地方是非常值得借鉴的 特别是现在很多家长反应呢 孩子自制力比较差 因为上网课嘛 在家里边没有那么多作业 特别是公立学校 他可能缺乏这方面的自制力 而Eason呢 是我见过所有人里边 目前我见到的人里边 最自律的一个人 这个一会儿给大家具体分享 然后我的背景就是 我是这个Enlighting Education的创始人 我们的理念就是 现实的理想主义 就是不管你将来的目标是学医 还是当一个科学家 还是追求像Elon Musk那样的话 可以有更远大的理想 去造福人类 我们都是从比较接地气的 一个操作方式 你家的资源 你家里边的收入 可能将来要读什么样的学校 这方面的话 我们是这么来的 而不是一开始给学生 定特别高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也是经过两年的思考 我们觉得 这个比较符合我们的气质 然后呢 第二个点就是 我比较理解这种申请人 因为我本身的话 气垫比较差 可能很多家长 应该年龄大一点 应该了解 在国内有种高考制度 就是如果没有参加高考 或者高考失利的人 他唯一一个再教育的机会呢 除了复读啊 可能就是高等自学考试 这考试现在已经不存在了 这也是我和法律的一点渊源 因为我在国内期间 其实高中必要是创业了 因为学习不太好 是体育特长生 所以我也参加过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其中我们自学的教材 因为北京地区的高等教育自学考试 教材就是北大的 所以和伊森老师有一点点渊源 就是只是我是学他教材 但是没有去享受他那边的课堂 然后呢 另外一个第三个呢 就是我经历过六种高中教育体系 我刚出国的时候呢 十年前 对国内比较大的一个中介吧 可能当时也不太懂 英语不太好 送到一个那种 美国可能叫野鸡大学吧 就那个Development大学 那个学校呢 实际上教育部不认可 然后后来我就通过朋友 我就转学到社区大学 然后再转回去四年制的公立大学 华盛大学学经济学 然后毕业 毕业之后呢 我申请研究生 在当时全国排名 全美排名第一的 那个国际管理学院 读国际管理 当时也在那儿 和Eason老师认识 那个学校现在已经被并购了 叫Thunderbird 国际管理 在13年之前 18年 一直是全美第一的 非常好的一个学校 然后呢 经过工作几年创业 然后我对教育 是比较有兴趣 所以最终我会在今年 秋季的时候 入学那个 宾夷法尼亚大学的教育硕士 所以说我经历这种教育体制 不太一样 传统性的 非传统性的 公立的私立的社会大学 我都经历过 所以这是我背景 比较多元的一个地方 然后我们进入正题 这个州的教育动态 第一个呢 就是游行啊 和社会割裂啊 这个可能南湾群里边 讨论比较多 就是啊 家长和孩子 有很多矛盾 因为孩子受美国教育 特别加重的影响 可能比较偏左派一点 然后家长呢 这个偏右一点 就是偏中间的也有 但是现在的社会资本 不允许 可能有太多的 左右派之间讨论 所以这个比较严重 一会儿会推荐两本书 我建议大家 心平气和的和孩子们看一下 我觉得有些东西的话 argue是没有用的 因为很多父母呢 他来美国读的是硕士 或者是博士 他没有那种本科教育的理念 而美国真正的那种 也不叫素质教育 就是你的思想和那个 思想性和那个辩证能力 是本科培养的 研究生的话 实际上培养的是专业能力 所以这点可能是很多家长 我们接触中 和自己ABC的孩子 矛盾的根源 就是你不理解他的那个 他学的东西 和他所处的那个环境 所带来的这种世界观的改变 所以我就要试着理解 要不没法沟通 然后美国政府对国际公司 公开示爱 国内一家机构叫腾门 之前有自媒体骂过这家机构 说他那个什么招生官造假 但这个机构还是挺火的 他放了一堆招生官 是针对国内的一个中介机构 他发了一篇文章 十万家点击量 之前都没有 就是讲了这一点 他把美国国务院开会的 一个会议基要 highlight一下 就是他里边明明就和那些官员说 一定要表达 我们对大部分国际学生 是接受的 只对那几千个 可能涉及军工背景 或者是类似吧 就那种学习那种高科技 那种高危行业的那种学生 是有学生签证限制 别人是没有 所以家长一定要了解 就是如果你们有朋友 是国际学生的 这是个他们要关注的新闻 另外呢 因为这个新闻和我们本地 完全家长非常相关 如果美国真的是对 国际学生制裁比较严厉的话 那对本地家长是一个利好 因为他们学校招生有困难 很多学校会有财务危机 而这个危机的解决各方法 就是招出那些 不需要反正说A的人 那就是中产 中产里边对局代表就是亚裔 所以说这本来是一个利好 对于本地学生来说 但是看这个反转的情况下 我认为研究生的话 可能本地人申请会是很安逸 但本科看这个样子的话 美国政府这么放开 七八月份可能增加 学生签证的比例 我觉得长期来看的话 影响没有那么大 不是个超大利好 但是一定会有利好 滕校里边之前讲了 Conner是第一个宣布 这个test optional 就是ACT不是必交的 这个礼拜呢 宾夕法尼亚大学 他选择了这个test optional 但是有一点 又会跟大家讲到 这个不代表你不需要考 因为他只是说 希望大多数人申请的 希望大家千万不要误会 特别作为亚裔学生 如果你们学校 不是那种长春城学校的 feeder school 不建议你们这么操作 就是说那我就不考 除非你真的是考的不太好 然后你的GPU很强 让你活动不特别牛 那可以 然后最后一个新闻 给大家分享的 就是暑假怎么安排 最近几天有几个家长 在咨询这方面问题 实际上因为疫情 很多那种本来onset的项目都取消了 取消之后导致他们的收入也巨简 你像家州非常有名的一个伽利略 手价项目 针对低龄儿童的非常好的一项目 反馈也不错 就申请破产了 然后没有钱也不还给家长 所以说大家能看到这个一个疫情 对很多企业的打击非常大 然后但是我们发现很有趣的一个现象 很多过去线上的项目 现在改成线下了 不是线下改线上 然后这导致他们的把申请截止日往后推迟了 同时也是放宽了入门的门槛 所以学如果家长暑假还是没有打计划和活动的话 可以和我们的Ali联系 我们这边还是有一些可以介绍的资源 然后这个书就是刚才我推荐的 左边这个就是无核之众 这个书其实翻译有问题 大家看英文翻译应该知道 他讲的是不是无核之众 因为有无核之众就有的人不是 但实际上这本书讲的是大众心理学的一个 他这个总结这本书除过您是学过任何社科类的 甚至是natural science 包括工程类的专业的家长的话 你肯定会不喜欢这本书 因为这本书的话实际上有点像总结性的书 他没有大量的sample size 他只是通过法国大革命和几个主要的活动 来通过现象来分析本质 而不是那种传统的学术方法 所以这个书是有点误导性 但是这个书 如果你结合历史上人的这种惨绝人寰的行动 活动 包括我们国内10年的浩劫 包括纳粹德国 包括一些别的别的时候一些 包括现在有些家长在说 现在某些区域的一些极端的打打响活动 也是有这种氛围 实际上他这本书在解释这个现象 而他他告诉你一个事 历史是在重演 就是这是人的本性 不管好人坏人 永远是本性 这叫族群政治 所以我建议家长看一看 然后如果你是喜欢看中文版的 你要去买伊林出版社的 他们翻译的好一点 我买过一版 别的出版社的就是翻的句差务比 就和谷歌翻译差不多 读起来体验不好 然后呢 这个右边这本书我特别推荐 这本书的话 约的成本特别低 它是杂本集 所以每个故事大概十几页 他的作者呢 就是活着的作者 于华 他是比较写实的一个作家 我觉得第一章大家可以看看 第一章就是这个书的体验 就叫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他提到了呢 就是这个于华在参加 那个耶路撒冷的一个文学 什么活动的时候呢 他参观了那个 犹太人屠杀纪念馆 然后其中有一个地方 就是记录了两万多个艺人 艺人就是那些在这期间帮助过 这些犹太人的人 然后呢 其中他说有很多那种名言 大家都了解吧 就因为疫情 就说起初他们杀共产党 我不是共产党 我没有作声 后来他们杀天主教徒 我不是天主教徒 我也没有作声 然后省略号到最后的话 结果最后杀我 没有人替我发声了 就这句话 大家已经都了解了 对吧 就是就在上面雕刻的 在那个纪念馆 有一句话 于华说这句话 他最震撼 就是一个波兰普通的农民 他呢 救了一个犹太人 从他地下室 大概到二战结束才出来 然后他说了一句话 他就问他说 你为什么敢冒着风险 去救一个犹太人呢 他说一句话 就这个书 整体的合心 就说 我不知道犹太人是什么 我只知道人是什么 就这个书整体讲人性的 就说你抛开族裔 族裔的这个纠葛 和那种各种矛盾来讲 你要回到房地门头 你都是人类 你基本的人性还是应该有的 所以这两本书呢 我非常建议啊 家长和孩子分享 这个乌合之众呢 中文英文都可以看 然后这个中文版的书呢 大家可以下午微信读书 我觉得还是挺不错的 因为特殊的时期呢 大家argument一块学习一下 我觉得还是可以解决问题的 然后呢 这个呢 就是我们今天讲这个重点 我们讲那个pre-law 因为是因为前几期呢 我们是讲那个 我们有讲过类似的这个话题 有些家长就是想问我们 关于法学 因为我们之前有一期分享 是这么讲医学的 有家长提了这个问题 上个礼拜呢 我们做调查的时候 有些家长是希望听私立学校 还有UC这些东西 我们接下来会推出 只是因为这个礼拜 是种社会的这种 不好的新闻 关于违法乱纪的新闻特别多 不管是那个明州的 那个黑人被杀事件 对吧 还有那个游行打打抢 这都是有违法犯罪行为 所以我就结合主题 请了我这个好朋友 赵新来跟他分享一些 做律师 因为很多时候 你如果想改变这个系统 你要参与到这个系统里边去 而律师呢 是最有直接发言权的 因为不管所有历史上 所有的这种案子 他都是有代理律师的 这是美国的体系 美国 就是律师per capital的比例 在全世界非常的高 为什么当时请我的伊森老师呢 因为他本身在北大 在中国有律师从业资格 在美国也有 他的体验呢 更能和屏幕级线的家长产生共鸣 因为如果只找一个 ABC台的学律师的话 他没有在中国生活过 他不理解这两边的差异 而现在世界大同 虽然每个国家都在分裂 但是呢 真正发展的好的 一定是那些中西文化 融合比较好的一些学生 然后这大家看收入 可能你们会以为 软件工程师收入比较高 但全国范围来讲实际上律师更高 大家看一下中位数 律师是10万 然后呢 软件工程师8万5 这个时候家长就会说了 那不对啊 我们的湾区好像一毕业 本科现在如果去 FAC的话 那基本上都是15万起跳 加加30 bonus 但是你看的是归谷 这个是全国范围内 律师也是 律师的话 是全国范围内 是pay skill 他的sample size非常大 然后还有一点呢 一会会分享到一个更惊人的数据 当然呢 Eason老师更有发现权了 就是我们自己了解的数据 就是实际上 如果论career发展的话 你你进麦肯锡那种咨询公司 腾校毕业 去做到全球合伙人 大概收入几百万美元 对吧 金字塔建 你的概率实际上比律师要低很多 这个图给大家分享 就是因为为什么我们说 我是一帮现实的理想主义教育者 是因为我们不会脱开这个就业前景 直接讲理想 我觉得那是不太靠谱的 很多孩子呢 比较喜欢左派 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他们脱离了这个生存的压力 来讲意识形态 这就很夸张 因为实际上家里的家庭 收入都不错 他们不需要考虑生活的这个疾苦 我觉得最好的一个建议是 像你们还在高中期一样的打工 那知道挣钱不易 但是知道这些所谓的政客底下的政策 对他的这个生活的影响 那时候让他做的选择好一些 而这一页呢 昨天有一家长 我觉得需要这个我们认可一下 这位家长 他在我们讲座 开始前一天 他发了一个邮件 列了四个问题 非常的好 这个问题呢 我觉得非常有技术含量 有代表性 其中三个问题 是我没法回答的 我需要我的好朋友 这个Eason老师帮我回答一下 就关于这个就业前景 但这个呢 我可以回答 就是说家长就问说 律师行业是不是那个金字塔式的 其实说实话 哪个都是金字塔 不管你是做工程师 还是从商 还是学医 都是金字塔 只说金字塔的这个比例的问题 这个呢 是2018年瑞幸银行 做了一个统计 19年的话 没什么太大变化 18年就告诉你 全世界财富的分配比例 不是收入财富 因为有的人收入很高 但是一批过站 那他可能最后的话 他就是碰到疫情 他资不抵债 那也白想 因为他生活的这种品质 所谓的品质引号 已经完全超出了他收入的能力 所以我们讲资产 因为资产比较有说服力 所以大家能看到 就是金字塔结果 资产在100万美元以上 只占全球人口的非常少的比例 同样的家长说 就可能会觉得 那我们的湾区随便有一套房子 再小 他资产也是150万以上 对吧 可能更高 但是我可能是全球范围内 希望大家能够对话入座 就是任何一个行业 你做到想做的顶件 一定是金字塔结构 目前为止 我们没有发现哪个结构 它是非金字塔结构 就像你们特别希望 还能够去特别顶级的学校 我们做过一个统计 前20的大学 包括UCLA这种大公校 它每年招生的比例 处于应届 就读大学的比例 大概是1.6%左右 就是说你的孩子 只有1.几的概率 能进前20 从概率上来讲 实际上非常难 所以大家千万不要以为容易 即使咱们扩大到5%到10 其实作为一单弯曲 这学区比较熬压也比较多 但我觉得这也很难 所以说你们定位一定要清楚 孩子既然这是个金字塔的零和游戏 那肯定有人进前20 大部分就不进前20 而进前20不代表将来应届成功 但是进前20的话 一定要付出超过常人努力 但是作为家长 我觉得心态一定要摆正 就是这个比例是在固定的 不是通过你的努力 可以改变这个比例 这个比例是一定的 为稀为贵 没有办法 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大学不会扩招 哈佛它那么多钱 它扩招两倍三倍 也没有问题为什么你这不扩招 就像现场版的包一样 它一旦扩招这种 prestigious这种type 这种品牌认可度就没有了 为什么现场版就这个原因 所以家长要理解这个问题 就是说定位的时候要清楚 要了解这是一个固定比例的东西 所以说不像驾照网 驾照的话你只要努力 你肯定能考过 然后这个是美国2019年 他说是2020 实际上是201819 收入最高的钱10个律所 这个收入是4 billion 40亿美元 比一些上市公司都厉害 大家看一看 可能不关注法律的不太清楚 但是第三个你一定知道 我觉得只要湾区你们上班的时候 开开车经过101 你们经过跑拉筒那块 会有个四季酒店 四季酒店的一楼 就是DL Pepper 硅谷的总部 因为它那个地方 为什么我去 因为当时我在浮华器工作的时候 我参加过一些活动 去看一些投资项目 那个律所我记忆里边确实高大上 那边律师的咨询费 基本上在1000块一个小时 1000美元 做一个企业的方面的咨询 他们在硅谷还是挺有名的 他们的你看他们的收入营收 在去年是30亿美元 31亿美元 然后具体到律所的合伙人 这个我指导的是全国方面的 具体的这个流程 我要到时需要 益森老师帮我来具体解释 然后这个是美国 就是201819年 收入前50的律所 合伙人收入 这里边包括权益合伙人 非权益合伙人 他们的平均收入 排第一名的公司 这个律所 他收入在600多万合伙人 然后那就到20位 收入在280万 我查过 全球最好的咨询公司 收入最高的麦肯锡 他做到全球合伙人 可能就四五百万美元 就是因为家长问的是金字塔 因为我们可能财富不是唯一 决定你这个人 幸福指数的因素 这一定不是 但是我告诉大家职业前景 因为亚裔的话 我觉得在律界还是要发生 因为这帮人是可以推动 政细改革和对我们亚裔 产生这个帮助的一个 一个非常有利的力量 然后看看 麦肯锡全球只有一个 咨询公司 别的根本没办法和他比 而律所大家看光美国 这个是前五十 我只结了前二十 因为篇幅的原因 所以从概率上来讲 你在做律所做到partner 然后收入要比较高 比较可观 实际上概率比 去学咨询 包括学集团机 甚至学医好很多 学医的话 如果你是做那种脑神经外科 你可能你收入的上限 上百万很少了 如果你只是做医生 而且压力非常大 而律师这个呢 他设计的标记比较大 这个 或者我具体细说的话 让赵新老师说一下 然后呢 这个就是教育路径 因为我们负责是本科教育 我们那块只是给大家一个了解 对这个行业了解 因为我们脱离就业来讲 本科教育是不现实的 你要让孩子知道未来面对是什么 然后这里边就设计几个点 一个是本科 这个年龄线 和一不太一样 学法的话 这个投资汇报率时间还是比较短的 基本上你看 四年本科 然后赌三年的low school JD 然后再考班 考班的话实际上看人 而赵新老师呢 他基本上几个月就搞定了 这是一会我要提他的那个性格上 一些特质的问题 为什么他那么有自制力 79岁呢 家长可能有问 就是为什么你们选79岁 这个是美国去年 这是国家统计局官方数字 平均年龄在78.6 可能是美国美国平均年龄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参考依据 然后呢 文章我们提了一点 可能很多家长听说过 我们要读pre-law 其实我们建议是不读啊 因为pre-law的话 我们本身团队里边有一对 米宁老师 他是ABC 他本身就是研究生读的法学院 而且他的法院是全两个一分钱没花 他就说了pre-law的话 实际上很少有学校有这个名啊 他基本上叫什么law or justice 类似这种名字 或者Polisa 他会告诉你这个专业适合你申请法学院 但是呢 从统计数据来看 法学院这些年实际上不太喜欢Polisa 就是政治科学和这种所谓的文科专业 因为不够多元 而且大家也知道 你将来从事法律的话 你可能是专利律师 你可能是企业并购律师 你可能是这个 一些大的科技公司 那个pattern的那个律师 对吧 这些每一个领域相对需要你的专业背景 而如果你本科只是学英文 你只是学这种所谓的legal system 如果你不从政 那你专业技能等于是零 就是law gd大家都可以学 然后呢 你本科你又没有一个专长 那你和别人竞争的时候 就会就会没有太多优势 这是美国的一个特质 因为美国本科是没有法学的 而中国不一样 美国之外大部分国家 本科是有法学的 从申请的多元化角度 我们是不建议家长让孩子读pre-law 这个path 就因为申请law school 是没有任何专业的限制 你什么专业都可以 然后什么专业适合呢 我们查了很多资料 就是他实际上众说分云 但是大原则是这个 就是你一定要很高的GPA 然后要挑一些文科比较强的学校 说白了哈耶普斯这种藤校 他们的文科教育非常的强 他本身考试能力也很高 能进去的人已经是经过多数选拔了 所以这种文科比较强的学校呢 你的学生从学生组成比较多元 然后他们的ICT成绩都比较高 然后他们writing skill也非常好 也就是translate到他们的critical thinking 然后LICT呢 实际上就是ICT逻辑题的放大部分 现在美国排名比较高的法学院里边 叫T14嘛 大家家长如果将来你们还要读 要申请法学院的话 你一定会知道T14 就看排名前14就可以了 是这个业界里边最认可度最高的一个法学院排名 然后呢他们现在里边一半以上 包括哈佛法学院在内 他们都接触GRE 所以考试的话这个不用担心 GRE的话所有专业都可以用 然后呢我们对专业的建议呢 是以专长为导向 如果您的孩子可能对法有兴趣 但是他又不是说我将来一定要读法学院 因为毕竟法学院你可能要4年加3年7年的话学费很高 要去读还没有收入 可能家长可能不太接受 那我觉得以本科教育为基础的话 我觉得还是以你的特长为导向 就是你可能本身数学比较强 你可以读一个统计啊 甚至可以学个那个applied math 都可以 因为将来的话你任何专业背景 本科的背景 甚至finance甚至natural science 都会成为你将来申请法学院的一个加倍项 因为你将来做法学学法和法律之后 你是要有个专业领域去从事的 除非你将来只去去盯那个刑事诉讼这块 那你可能学历史啊 学那个criminal science那种比较占优势 但大部分家长和孩子是不太愿意 孩子去做那些和杀人放火直接有关系的 然后第二个就是STEM 这些年呢 因为STEM比较火啊 通过09年出国 比尔盖茨就到处鼓吹说这个美国急缺这种人才 所以希望能够放开这个H1B 很多家长就是这个签证的既得利益者 通过这个移民到了美国 给孩子提供了想要的生活嘛 然后呢 STEM因为它比较火 因为比较广 导致硅谷这块律所的业务非常的激增 就像那个叫有个律所是在山景城 Mountainview叫Fanwick 他就是因为承接了这个 Facebook上市的所有的法务工作 一战成名 就是那个收入一年暴增 然后就是说 我觉得鸡犬升天吧 就是因为现在是过去十年的发展 是来自于科技行业的这个暴增 然后呢那这样STEM背景本科的人申请法学院 结合非常强的法学院的背景 那将来就业非常的宽繁 企业并购啊 啊那个这种pattern 学老就是我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了 反正学老结果看他现在职业发展规划 我觉得走的路非常对 他专门正针对药厂 大的那种pharmacy company 就是大的那个药企公司 他弄pattern law去打官司 他搞这个 所以他的这个博士的背景非常的占优 然后这个就是刚才我们说的一个总结 就是你申请的是法学院 其实和大学申请是一个道理 就你的GP要很高 所以如果你们的孩子是立志要读法学院 那他要保证在这个学校毕业之后 他的GP要很强 假如说你挑了一个非常强的学校 每年法学院录取率很高 顶级法学院 但是呢你还在里边成绩比较比较差 可能3.3 3.2以下 那他申请法学院很很悬 而美国的法学院非常的多 你要想冲前十四 那你GP的优势也要明显 然后test 家长不用担心 他如果SCT高 他将来大概率GRE不会低 所以这是一脉相成的 因为都是考的是逻辑 然后第三个就靠外活动 到了那个本科段 可能就是实习了 可能去律所啊 可能去一些nonprofit NGO non government那种非政府组织 去做一些相关的活动 特别是那种volunteer帮助弱势群体 这个是非常开重的 因为美国律师不是培养你赚钱能力的 而希望能够以社会的justice为己任 这是他们的一个基本原则 然后personal statement 那就是你为什么要消法律 虽然实际上美国是有点稍微虚偽一点 就是他不会喜欢你 你说你是为挣钱为目的 但挣钱也是现在养活自己 这是一个基本诉求 然后这个就是比较细化的分布 我们在之前讲话里边提到 他是有很多元素凑在一起的 加上千万不要以为 某几个因素就可以决定你过去 它是一个多元的因素 包括推荐信在内 包括你的各方面的这个 举个例你申请十个法学员 那他怎么知道你会去哪个呢 当然你的面试可以体现了 对吧 下面呢我就主要介绍一下 我们的这个今天的主要嘉宾 把一些关键的问题留给他 一次呢就是 他是我的同学 然后呢 是我见过目前为止最有异地的人 然后呢他的背景呢 我稍微提一下 就是他呢是在本特利大学读的MBA 当时我们俩一起在雷鸟读的MBA 但是当时因为特殊原因呢 呃赵欣呢觉得我们那个学校的 他的老师是有一定歧视性的 然后呢他当时和老师有argument 当时呢其实没有就是很小的事 我们的话就是忍了 但是赵欣呢 他是很少见的 他就是我如果觉得这个地方性价比不高 呃教的东西不是我符合预期的 那我就要转 其实MBA转学非常少 但他非常有能力 他就是能够persuite 能够说服大学可以照他转学 MBA转学我从来没听说过 他是能完成的 呃 然后他考了中美两地的执照 他是现在国内一个律所的高级电视网人 实际上三年前吧 我们当时打电话 我给星哥拜年 然后我问了一下 他当时实际上刚毕业啊 他很神的经历 他在读书期间 那个律所就给他抽MBA了 就已经抽中了 就这种操作非常少见 是因为他表现非常的好 人家就想抽他这个MBA 因为花钱也不少嘛 啊然后抽中之后 他在那律所大概一年多 就做成一个主管 因为他本身有MBA的背景 本身的能力非常强 啊中国英国 那个都非常熟悉 然后中国的最近最近这几年的业务 也非常融合美国 啊所以说他做得也很好 但后来的话 他就告诉我 他说可能不带大家回国 因为觉得这边空间还是有限 他更喜欢有挑战性的工作 这个体验在他性格上 嗯当时他讲过一个案子 在北京有一块地吧 叫叫画家村 是一帮艺术家进京 他们去学画 然后他们那个地呢 实际上是一个三不管 但当时那个地方要拆迁 啊他们就产生自己诉讼 因为那边是没有产权争议的 有非常大的产权争议 那块地非常值钱 但是后来赵兴呢 他就是参与到提供这个案子里边 替他们提供一帮人代理 结果的话 啊好像是为数不多 还是唯一一个赢的案例 因为他是和政府在打的打官司 这个所以说赵兴的经历 还是非常的特殊 啊我觉得就是 你如果想做一个好的律师呢 你除了要锐进去坚持 你还要有这种挑战 你就挑战权威 这个是非常难的一种特质 然后呢这三个必备品质呢 我举三个故事啊 讲一下为什么我觉得赵兴老师的分享最好 因为第一个是Persistence啊 刚才讲到了NBA转据我从来没听过 即使我从业这么多年 我也没听过 别说之前了 他做到了 他通过他的这个表述和这个表达 去争取做到了 另外一个 呃新哥们的话 他他他比较喜欢玩枪 当时我们去那家做客的时候啊 拿出一堆枪来 AR啊猎枪啊 什么各种手枪 我都懵了 我说怎么可以申请的 你是F1 他说法律没有规定F1 不可以申请啊 当时他为了争取这个 这个自己的这个权益嘛 就打电话和那个FBI而已 这就是律师律师基本的一个素质 你遇到那种呃强权 违反法律的 你又要获得争取 这个我觉得是所有家长要注意的 如果你的孩子是这种性格 呃可能律师是非常好的这个途径 然后第二个第二个就是Self Discipline 这个我一定要提一下哈 新哥呢之前的照片 因为当时是比现在胖好多件 这个新哥倒是具体说一下 反正啊 后来呢 他就是他就是想减肥 他就能马上控制住 然后呢 嗯 他考那个BAR的时候 当时我去那家看我那个书号 落得比我个人要高很多 那书非常的高 我大概是五尺十一的身高 那个书我记得是比我高 就纽约的BAR 他当时说他三个月 几个月要考完 当时他在转学的工程嘛 那大概那段时间没有实感 他就是健身 在考考那个BAR 结果我当时以为 我是肯定考不过吧 因为这也太难了 这么时间这么紧张 而且啊 那段时间他有别的事要操作 哎 考过了 结果一个朋友就考过了 这让我很真正经的 然后第三个是Organized 我觉得这个非常关键 我们去他家做客 他我们做饭吃 我从来没见任何一个男性 包括女性家里边可以干净到那种一尘不染 然后呢领带 十几个不同领带 都是摆的像那个 奢侈品店里边的橱窗一样 就是非常的Organized 袜子还有任何那个鞋 一尘不染 我去了就整体感觉我这个 这个太不大了 然后他做饭 我们几点去 几点开伙 几点做 几点上桌 菜的什么温度 全部安排非常 我们只是一个普通的朋友聚会 他做的就是非常的Organized 然后这点我觉得是 可能你还得要要在做律师这个行当 或任何其他行当里边 有非常有好的计划性 另外一个例子呢 就是在有一年 我们搞那个 我们在我们的研究生院 搞那个中国年嘛 我们就搞庆祝 我们请全校的学生来party 来吃饺子呀 我们和台湾club合作 我们搞一些那个lottery 搞挺好玩 当时呢 我真是属于那种比较脑子快 但是呢组织能力不行 我就说咱就包饺子呗 买了一堆饺子 很多馅 结果呢突然间新额就问我 谁会包 后来我说我这应该有人包 其实我是不知道有人会包的 我就假定会有人会包 结果那天呢整个 几百个饺子的馅就他一个人货的 他一个人在那 所有人都在忙来忙去和大家聊 那个party的时候 他自己带着一个人货馅 所以之后事后啊 过了几年之后 我正是参与到家里边那个厨房工作的时候 才知道这工作量多大 当时我就是感觉好像有人会包 实际上后来在他等下慢慢有人加入了 但是当时因为我没有指定人 属于我一个呃组织上的一个失误 但他的话马上找到这个问题 就全部盘下来我觉得这个就是责任性的问题 反正这几个点呢是因为我觉得 呃他特别符合当下孩子们 缺失的一些性格特征 很多家人觉得学习好就可以了 实际上不是 任何一个职业 你想做到一个非常top的职位 你需要这些特质 而且特质呢是可以帮助你一辈子 在啊不同的挑战里边 呃呃呃呃就是 我给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我选择法律这个专业呢 其实在一定程度里呢 呃受两方面的效果 第一呢就是 我从小呢不太喜欢数学 因为我觉得数学呢 就是太枯燥 没有任何的这个灵活性 或者是可发挥的恐怖 而法律可以不学数学的 呃这是我选择的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呢就是 嗯从小呢这个 就是看港片 就是看到香港的律师 带着一个 这个像羊毛一样 这个那种帽子 然后呢在法庭中 这一碗黄蓝 我觉得非常好 我觉得这个 这个律师的这个作用 他在法庭当中 对这个被带领人的 这个合法权益的保护 我认为这是一个 特别酷的一个事情 所以说呢 我从上学开始 我就一直在 呃这个考取本科的时候 我就一直想从事这个行业 然后呢经过这么多年 我个人认为 我的这个选择 还是比较正确 我确实比较擅长 或者适合做这个行业 然后在中国呢 我是08年毕业之后 就一直在做律师 我从事的方向呢 主要就是呃 诉讼 呃这个诉讼 和这个飞速的区别 主要在于就是 飞速呢 主要是做一些 这些费务 利购的一些费务 而这些费务呢 我认为那么有对抗性 对抗性 可能是我觉得做律师 更有意思 这个可能对于我来说啊 是更有意思 更能挑战起来 因为他对这个 哎 律师的当中的反应啊 或者说对证据的这个 把控以及对 控制双方 这个节奏的控制 这个对一个人的综合处置要就是 比较高 呃 然后呢 后来我产生了去美国留学 当时说实话 就是非常大的一个挑战 因为中美法系呢 呃 是纯属 就是完全属于不同的法系 中国属于大陆成立法 美国属于英美的这个 这个判例法 也就是两个最大的区别在于 中国就是法律有什么规定 呃 写成什么样的这个条文 你就去执行 如果没有用 呃 那就交给完全交给法官的自由材料 去表达 而美国不同 美国是在一定程度上 赋予法官创造 这个先例判例的这个权利 但是他创造先例判例的这个权利的前提是 在同类的 或者就这一部分当中 既没有 同文法 也没有之前的判例法的前提下 美国的法官才可以去开创 创造一个 但是呢 美国的法官需要受到 比如说同行 律师 或者说是法官司法系统内 司法界的一些 调量和治理 再谈一下这个中美法 这个两个区别之后呢 感觉的就是为了让大家主要就是家长们 考虑孩子以后是不是要选择这个这个行业 首先呢 我说丁本说的 就是前面介绍的很多信息啊 都是都是非常正确的 比如说律师是一个非常受人尊重的一个职业 因为在这个尤其在美国嘛 两个职业比较受人尊重 一个医生 同时呢 他的收入肯定是也是比较高 像我当毕业的时候吧 当然我也可能也有一点这个之前的从业经验 我刚毕业的时候 抽到 还没有开始工作 就律所帮我申请了H1B 就很新颖 第一次就抽到了 抽到之后呢 当时我的薪资定在年薪15万美金 然后呢 再加一些年底的一些bonus 所以大约会达到20万美金左右吧 那在美国可能收入 就算是比较高 这个从社会地位和收入都是比较好 但是呢 也并不是说就强烈建议每一个家长 都让自己的孩子说去选择这个方式 我觉得是这样 就说是 但是社会地位高 然后经济收入高 那其实就意味着你身上的责任 比其他的行业 当然跟医生也没法比较 医生的责任还是很重 但是跟普通的行业来讲 他的责任会更大 因为别人 你的客户把你把他们的一些case交给你 你要真的是尽心尽力地 把它当成自己的一个case去处理 而且呢 要竭尽全力地去客户供取最大化的 这个合法利益的保护 就那么10分钟 20分钟 或者半个小时的这个级别辩论 但这背后可能需要长达半个月 甚至是几个月的这个准备 所以说也不是特别的轻松的一个职业 然后关于这个法学院这一块呢 就说是咱们先从头开始说吧 就说是整个如果你想成为一名 优秀的出色的律师 那首先呢 可能这个就真的像丁奔说的一样 那从本科开始选专业的时候 这就要考虑到了 第一个问题就是 我们要不要选那个Vlog 我觉得丁奔介绍非常对 因为这个Torado呢 其实它就是给你介绍一些 这个Legal System 或者一些基本的 非常基本的一些Legal Writing之类的 这些其实对于将来申请 这一地的真正的这个本科 没有任何实质性的帮助 反而会在一定程度上 这样我个人认为啊 在一定程度上会对你的申请 是一个简分享 并不是一个加分享 其实我觉得没有任何意义 因为法学呢 或者说律师吧 他其实对一个人的背景 这个综合性 这个综合素质要求是非常高的 不能说是你一个做律师的 你就只要懂法律就可以了 不是 因为你要对生活法律 是涉及到生活中方方面面 也就是说 从我们律师的角度来看 我们每一天做从事的行为 其实都是一种法律行为 比如说我们去尝试 买一个买瓶水 那这就是一个事实合同 我们有一个要约 然后呢付钱交易完成 比如说我们在开车的路上 那跟政府之间 或者是跟其他行人之间 其实也是一种法律行为关系 如果发生侵权呀 或者之类的 所以说这个律师这个行业呢 我认为如果说这个孩子 这个行业比较喜欢 家里的这个 当然这个法学院还是比较 学费是比较昂贵的 如果家里的经济条件 也是允许的情况 其实我认为 学一个律师一个专业 法学这个专业是非常好的 无论将来是否从事律师 对他将来自己经商 或者说是处理一些日常琐事 包括说自己创业 或者说在公司做一些高管 我认为对他在各个方面的发展 都是非常有帮助 那我们本科如果想申请一个 这个POP的一个法学院 那本科学什么呢 从我这些 这个个人的这个经历上面来说 我个人认为可能学一些商科类 或者是金融类 比较有帮助 为什么呢 律师其实或者说学法律 其实在一定程度 他是不能脱离现实生活的 他是要跟 其实哪里有商业 哪里就必然有法律的需求 那其实在一定程度上 如果像这个丁丁丁 这个芬老师刚才介绍的那些高收入的 其实他们不是服务于个人 如果说你仅仅服务于个人的话 你的一年的收入是不可能达那么高的 那基本上都是服务于 比如说上市公司 或者是全球的那个跨国性的大公司 就是商业 商业系的律师 所以说如果你有一个商科背景 这就是 这就是说到后边 为什么我要学 这是在本科读法律 然后到美国读法学研究生 然后为什么我在逃过美国律师证之后 我还要在读一个MBA的原因 就是因为我需要我的背景多元化 我需要知道一个公司的运营 它是一个什么样子的 它在公司的运营过程中 会出现哪些漏洞 或者是有哪些风险点 是由我作为一个分控的负责人 我必须要注意 同时如果在这个基础上 我还对公司的运营管理 甚至对Marketing 或者说是一些Sketch之类的 市场策略我还懂 那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加分项 非常大的一个加分项 所以说 这也就是我选择MBA的原因 当然再回到刚才的主题 我的建议就是 第一 因为美国它是第一等科 是不应许的法律 所以说你必须要有一个 其他社会学科 你可以作为一个铺垫 那为了冲刺美国顶级的法学院 我的建议是 学商科或者金融 比如说学一些金融 金融的话 你会对一些金融工具 或者说是这个 比如说股票 债券 基金 你会对这些了解 那这个将来 对你来说 也是一个背景多元化 当然也有可能会学艺术 但是我觉得 当然纯属个人意见 也不一定完全对 可能跟这个行业 这个气质 或者说是一些 方向不是很搭 可能 也有可能会 会有一些机会吧 但是我个人认为 在商科和金融 这两个方向 我认为可能是在申请学校 最好的一个方向 然后呢 在申请完之后呢 就是第一本科读完之后 我不建议 学生直接毕业之后 就去考法学院 我建议有一年的旅行 去增加他的社会阅历 需要吧 如果说可以的话呢 让他去不同的国家 不同的地域 去感受不同的文化 去体验不同的生活 去增加他的社会阅历 因为其实法律 就是一种生活中 大家经常出现的 一种规则的总结 把它上升为法律 就是刚开始在原始社会的时候 同态复仇 你杀了我部落的一个人 那我同态复仇 我就要杀掉你部落的 那时间长了 大家就会发现 其实这样的话是 斗争下去 就是 以学还学 以牙还牙 这种生活状态 是不好的 那大家就慢慢的 就是共同遵守一种规则 就说杀了人 那这个人杀了人 那就由这个人来 承担相应的责任 比如说 把他给枪毙掉 或者把他给放流 独租这个族群 然后来保证其他部落的成员 不受到这次事件的影响 所以说把这个危害性 扩到对象 慢慢慢慢慢慢 这就成为一种行为准则 或者一种行为规则 当国家这种法律 这种国家机器产生之后 通过国家的意识 把这种行为规则上升成法律 所以说所有的法律 其实你去看它背后的立法 原意或者叫法律 它都是从生活当中 体练出来的一种经验 法律就是一种生活经验 所以说让孩子毕业之后 有这么一年 旅行的这种经历 去体验不同文化的经历 去体验不同行业和规则的 这种经历 我认为对他将来读法学院 是更有好处 而且我认为 比较靠靠的这种学校 你有这种经历 游学或者说游历的这种经历 多元化 其实对于法学的面试官来说 对他们来说心力可能更大 那上了法学院之后 可能就是这个比较繁重 枯燥 无聊的一些课程 其实学法律 就是当你学出来做律师 是很有意思的一件事情 因为你每天要面临不同的法律问题 不同的case 你要去处理不同的情况 去考虑很多事情 但是在学习的过程却是非常的突党 就是你要去 真的要背大量的法律条文 然后要不停的研究不同的案例 为什么这种情况 法律要这么规定 然后那种情况 法律就是另外一种规定 这个呢 其实这就回到前面 为什么要去这个游学 要去体检普通的生活 就是你会从生活当中 从另外一种角度去理解它 而不是很枯燥的 直面的去理解这个法律条文 那这样好 对于一般的学生来说 很快就会对这个东西失去兴趣 那等这个从法律院毕业之后呢 那就可能就是在选择这个就业方面 首先呢 像金森所说 如果你能进到一个TOP的这个法律院 那将来毕业之后 你所要做的就 第一件事情 可能就不是毕业之后 就是毕业前 当大大学 大三的下半年大四初 其实在美国在一定前提条件下的州 比如像纽约或者是加州 就可以允许在校大学生 去参加这种考试 考完试之后 就可以授予相应的这个律师资格证 然后去这个 去找相应的工作 那在考虑这个考伴的时候呢 这就因为美国呢 它是联邦制 它跟中国不一样 像我在中国考虑试证 就是我参加一个全国同考 考完之后呢 如果说考过 那我就是中国人 就没有什么再有其他的同事 但是美国因为它是联邦制 它每一个它有联邦宪法 有联邦法 每个州呢 有每个州的州法 有每个州的相应的 相关的法律 所以说呢 它这个半呢 是每个州都是不一样 所以说 孩子将来要在什么地方 职业或者说定居 那可能你要考什么地方的这个棒 当然一般情况 对于我们中国的这个孩子呢 95%吧 孩子都考纽约 因为现在在美国呢 像我这种 没有身份的 六学生 他并不说所有的州都可以考 他在全美只有11个州 13个州 都可以 允许这种 LM的这种 Master 这个外国 律师 参加美国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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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事学习之后 可以考虚 美国的律师 那在这13个州里边呢 可能就是 纽约州和加州 对中国这个 就是最有机 因为这两个州的 这个 比率位置也好啊 经济 就业 机会 各个方面都是不错 但是这两个州 在全美其他的州里边 是最难的 我建议呢 在选择州的方面 对孩子将来 这个 就业方向 进击方向 可以做选择 但是这两个州呢 律师考试 可能有一点点区别 就是 加州会比 纽约州 多了一个 Legal Writing 这个Legal Writing呢 可能不是 他在好考 这个对于外国人来说 非常难 等考过了这些之后呢 可能就是 面临一个就业 那在就业之后呢 那律师这个行业呢 大家可能就说是 觉得啊 你是一个律师 好像就认为 你什么都应该懂 其实不是这样 对于这个行业呢 它分的整个 各约多的 就比如说你是 做诉讼类的 还是做非诉类的 那非诉类的 你是做房产的 还是做金融的 做基金的 做信托的 做保险的 这个就做了 那你在诉讼类 你是做民事类的 交通事故类的 听权类的 商业类的 还是这个 这个证券 证券类的 还是说是 比如说专利类的 那这里边 包括咱就说 就拿一个专利来说吧 那专利里边 它又分为 你是分 你是做 资产权类的 你是做专利的 做实用进行的 还是做这些 发明的 做商标的 它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说那这个呢 可能就是将来在 孩子读法学院的时候 他会有一个 经常性 我比较喜欢商法 还是我比较喜欢刑法 还是我喜欢诉讼 还是我喜欢飞速 要根据孩子的性质 来确定 他将来一个选择方向 当然还有一个 这么重要的人 就是找到工作之后 他会跟不同的师傅 就是一个领路 在他这个入门的 入行的一个人 那要看他的这个师傅 比较喜欢做哪个方向 他的这个师傅 所从事的这个行业 或者从事的这个领域 那对他今后的 这个领域 可能影响是非常大 因为他跟着这个师傅 一直接触这类案 如果让他突然换一个方向 去接触另外一个 一类案 他可能完全就不太懂 而这个在选择的时候 当然就是将来就业 所以说这个 当然也有很多 律师外节目 就是刚开始 随途的时候 前两年 做的是追诉 然后呢 过两年觉得自己 可能就喜欢做诉讼 又挑到另外一个律所 或者跟另外一个团队 去做诉讼 那他可能背景 就会比较多元化 那他将来 慢慢的 因为律所呢 都实行的这种 是晋升制 你比如说三年 是一个什么样党的 一个律师 五年什么样党 七年什么样党 到了几年之后 你才有资格去合国人 他就有点像 国内的一种 国企的一种 问字排辈吧 因为他认为 这个职业 你没有达到这个年线 你不可能有这个能力 或者经验 去独立的去处理 客户的一些问题 那 即使你到了这个年线 如果你的能力不够 或者说综合素质不强 那你想提合伙人 这个难度 也是非常之大 这个难度是非常之大 然后呢 关于这个最近期呢 吵得比较火的一个话题 就是 关于AI将来 发展的过程中 能不能把律师 这个行业 替代 比如说我有一个 我有一个case 我有个case的话 我这个case 就是这种情况 我把我的相关 这些背景 和我的证据 给传输到 这个AI的这个 这个里面 然后呢 我会用这个 人工智能 来分析 我的这些问题 会不会得出来一个 很快的一个 一个明确的一个答案 如果说可以 那我可能在 人工成本上 就会节省很多 我个人认为 那是不可能 因为电脑 它是 只是说把一些情况 输入到 但是每一个case 它都是不一样 这个行业 从这个几百年前 一直被贵族统治 不允许一般的 平民去参与 一直发展到金圈 它在一定程度上 它有它存在的 必然性 和必须性 所以说 我认为 现在网络上 所谓的说 AI在一定程度 将来会替代律师 我觉得很可笑 因为那说这样的话的人 我个人认为 就是第一 他对律师这个行业不懂 第二呢 可能从事这个行业的 基本 说这个话 基本就是从事AI 他们有一种闭门造车 就是认为 自己造的东西有多厉害 然后可以去替代一些行业 我觉得 他只是从他的角度 专业角度 来考虑这个问题 他没有从律师的这个角度 真正去考虑过这个行业的 或者去了解这个行业的真实状况 他会说出 AI可以替代的事 我认为是不可能的 这个行业 会一直存续下去 而且我认为 随着这个社会 人类人民的进步 把这个建策 律师这个行业 会越来越受到重视 会需求量会越来越大 感谢一赞老师的分享 感谢温老师的分享 如果大家之后想了解更多 关于Enlightings的服务 也欢迎大家致电 或者扫描屏幕上 我的二维码进行咨询 好了 那今天的讲座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参与 谢谢两位老师 谢谢两位老师